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介绍宝哥的音乐不只是一个缅怀的展览 我们希望流行音乐它继续向前走 告诉大家它如何影响着所有的创作者 跟所有的音乐人 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方式是 我们希望用音乐直接跟大家做沟通 等等各位上楼就好像进入了 宝哥带你一起走的音乐历程 你去说我是策展人 不如说我们是一个推着大家 一起跟宝哥重新见面的一个团队 你可以经过宝哥的音乐 不只是听 是用走的走进去 最后呢 你还可以到月球区 月球区代表一个创作的能量 所以当初呢 我们在跟马沙讨论这个展览的时候 它是我们展览的音乐总监 他有提到说 我们来做一件最麻烦 但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 我们来找五位现在年轻人们 然后中年的朋友们 都非常喜欢的歌手 但是我们重新给他一个课题是 如果今天有个机会 你重新诠释宝哥的歌曲 你会怎么唱 你会怎么演绎 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话 你会怎么演绎的歌手 所以就会造成他 你可能会突然间发现 他没办法走路了 然后人开始呆滞了 我们真的要开始学习 怎么样不给别人造成麻烦了 我自己本身 我会这么觉得 但是我真的觉得人啊 随时要把自己的遗照选好 真的啊 不要到时候别人选了一张 你不喜欢的 你就是啊 很傲又开不了口 那你要是平面色影 平面色影 好 中间看一下 米南语对我来讲 本来就没困难 问题是要用唱的 就比较困难 而且那个唱也不是像 你平常唱歌这么简单 因为他可能 必须你在讲话的当下 他的前奏已经下了 那你又要注意听那个前奏 然后又到 还要跟别人对话 然后你讲完你的台词 还要在正确的点开始唱 所以我觉得音乐剧真的很难 尤其西文的音乐 非常厉害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就真的 真的是一个挑战 因为 很不好唱 我现在也是觉得我自己很棒啦 没有啦 很棒很棒太客气了 真的不好唱是真的 其实这个戏在两年前首演的时候 我们戏中就有个角色是一个 一来是一个 算是娱乐业黑道都有涉猎的一个大姐头 然后他就是有大量的骂人的篇幅这样 然后我跟导演杨景杨在讨论说 那身为观众会想要看到那个演员在台上骂人 或者说 身为演员会想要被谁骂 然后我们就 当然是可丽姐啊 然后就想说 发现可丽姐以前也有唱歌出唱片的经验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也有演了一些舞台剧 有跟一些剧场合作 然后我们就尝试联系 然后想不到可丽姐也非常乐意跟我们合作 我们就促成这个火花这样子 好很多了 其实老人家真的就是要特别注意 因为他那就是有在吃泥尿剂嘛 因为年纪大心脏比较没力 所以比较容易水肿 就会长期吃那个泥尿剂 可是泥尿剂你一吃多 它的副作用就是你的钠排掉的速度可能也很快 没有啊 因为它那个要补充回来是很慢的 它掉很快 可是你要补回来是很慢 它必须有那种高浓度的钠 它有一台机器是可以控制 一个小时滴十滴 因为你那一下子补充太多人体会受不了 它也会造成你四肢努力 所以它必须有机器在控制 一个小时十滴慢慢的补 我们真的要开始学习 怎么样不给别人造成麻烦了 我自己本身 我会这么觉得 你看我这么喜欢收集东西 其实我有在反省 这件事情到底好不好 或许对我来讲是完成我的梦想 但是有一天如果我离开了 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 是不是它会造成别人的困扰 因为它帮你做这些东西啊 对 我甚至于那天还跟我朋友聊到 还不敢跟我家人聊 怕他们会觉得不吉利 但是我真的觉得人 随时要把自己的遗照选好 真的啊 不要到时候别人选了一张 你不喜欢的 你就是很傲又开不了口 所以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小冬瓜 他分享的那个单程旅行箱 我觉得太赞了 把自己所有的保单 所有的存折 要穿的衣服跟照片 都准备在一个行李箱里 当你有一天 很突然或怎么样 别人其实就不用伤脑筋 都在这里 也不用去猜你钱藏哪里 你户头有几个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用很正确的观念 去面对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这是现在 必须要去学习的